12月11日 张欣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照片 自曝已经受毁了产前的体重 画面中张欣逸穿着黑色陋旗背心 大袖马甲线 她的身材纤细匀 特别的惹人羡慕 虽然她身材恢复很快 但由于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所以并没有松弛的现象 反而皮肤特别白嫩紧致 瘦下来的她五官也越发显得精致 肩下巴十分抢劲 张欣逸曾参演过大展门 《给我一支烟》等作品 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后来她凭借北京爱情故事 《解忧公主》等作品受到关注 在青年演员中有着超强的实力 此前张欣逸在节目上谈到 自己因为怀孕体重一度胖到67公斤 身材严重变样 为此她非常的焦虑 还曾经发文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怀孕的女生 好在张欣逸的老公袁红非常体贴 不停安抚她的焦虑情绪 如今张欣逸凭借着自律 能够在产后这么短的时间恢复身材 实在令人佩服 最后也希望她与袁红的感情永远幸福 也期待她有更多优秀作品